大多数的人 包括普丁过去的幕僚都认为 他这次攻打乌克兰 是一个遗孤性的做法 正像我在昨天文献室 就要告诉大家了 所有的领导者都会犯一个错 当你成功地攻占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 你的危险就在你后方 2014年他成功地 普丁成功地占领了克里米亚 这是他这次以为 他可以成功地推翻乌克兰的总统府 而他错过了泽伦斯基 他以为泽伦斯基不过是邪性一名 他会跟他自己所支持的杨文科威奇 或是我们所看到的阿富汗总统 或是过去像图尼西亚总统等等 都会出逃 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他以为的演员 泽伦斯基 他完全顽强地抵抗俄罗斯 而且是整个乌克兰人 因此整个用非常强烈的勇敢 《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头谈 乌克兰人为什么相信他们会赢 因为他们经过两次的革命 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自主意识 理想主义成了乌克兰人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这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Michelle Goldberg所写的 他们觉得他们要向所有的老牌的 也就是欧洲跟美国这些 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的国家 展现他们为自由而战的意义 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Paul Krugman也是2008年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他说普丁的军队最终占领基辅 他也只会变得更弱 就算他这场仗打赢了 他占领了基辅 他怎么统治 他一定会更弱 面临更多的抵抗 所以他不是更强 他将受到更多的孤立 而现出原形 而俄罗斯的经济会越来越糟 他是一个实力远不如 人们所想象的一个镀金 但是事实上是残破的一个大国家 如何了解普丁这个人 普丁的智囊刚开始和他合作 甚至是他的文代大概有三年的人 后来跟他也闹翻了 最近接受BBC的访问 他就特别谈到 普丁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害羞的人 他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当上俄罗斯的总统的时候 才47岁 我们上个里面为大家报道 和他打交道 长达20年的美国前国务卿 Condalisa Rice说 他接到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只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副市长 他内向而且有一点点害羞 普丁本身有两面的个性 马克宏骂他是两面人 肖茲这次痛骂他是一个骗子 因为很少人对于一个其他国家的领袖 在协商的时候完全是说谎的 而这次普丁是完全说谎的人 他是一个一意孤性的人 成为现在大多数的人 对他的一个判断 他的幕僚的说法是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他证明自己无所不能 他不能容忍任何批评者 也就是不只是反对他的人 包括他的幕僚 也不可以跟他有不同的意见 只能附和他 所以最终他在自己所设计的体系里头 陷入了困境 而成为他的陷阱 使他完全没有想到攻打乌克兰 他会面临的混合 而普丁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了解普丁 你才能够掌握这场战争 以及他未来可能的发展 过去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Oliver Stone 他拍过一个普丁的纪录片 从2017年的时候 他陆陆续续的访问影片 总共分成四部分 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整理出来 其中有这么一段 是普丁内心所说的话 他说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我对苏联的解体感到悔恨 他们并不了解 真正身为一个俄罗斯人的感受 在苏联解体之后 有2500万的俄罗斯人 一觉醒过来 发现自己不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了 然后他们被其他的人统治 否认他们的公民权 甚至有的人被没收财产 这才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 当时整个俄罗斯的国安系统崩溃 经济全面停摆 上百万的俄罗斯人民 跌落到贫穷线以下 你必须要记得这一段俄罗斯的历史 俄罗斯人民不会忘记 而很多人可能更不记得的 也是普丁在这期访问里头没有提到的 就是当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 Losfania立陶宛宣布独立 结果他派兵 Gobarshev派兵攻打立陶宛 进入了21天之后 和西方和解 在西方的劝说之下 他撤兵了 最后立陶宛宣布独立 Estonia宣布独立 Latvia宣布独立 波罗大海三小国一一独立之后 在当地的恶语系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受到无比的羞辱 接着苏联就很快地解体 但是在解体之前 发生了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情 这是在波罗大海三小国独立的过程当中 因为一场政变 当时军队们的领导者谈好了 到了克里米亚 假装要和他们的总书记 Gobarshev召开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 Gobarshev赴约了 赴约的时候 他被软禁 而这些军事领袖 所以发动政变的原因是 他认为Gobarshev在西方 太温和 太妥协 让他们在波罗的海三小国里头 尤其是Latvia和Estonia 有高塔两层到三层的恶语系的人 遭受各种羞辱 他没有保护好他们 他不配做苏联的领导者 所以软禁了他 结果没有想到这场政变 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很快的就有俄罗斯在莫斯科出现了坦克车 叶尔卿站上了坦克车 苏联很快就一个一个解体了 这是当时的过程 如果你是普丁 你很知道苏联是如何解体的 你就会很在乎乌克兰地区里头 有将近38% 还是恶语系的人 他们在乌克兰2014年的政变以后 他们的处境 所以他立刻出兵占领了两个州 还有希望能够占领克里米亚 最后成功了 然后他在整个两个州里头 到现在为止都是敦巴战士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完全掌握敦巴斯 所以他这一次的徽军 主要是在乌冬地区 希望能够保护厄语系的这一群人 他们应该要有的 他觉得他们应该要有的尊严 他们的权利 或者某个程度 他要拿回这块土地 这个是整个普丁的相关的一个想法 也是他们自己所想象的历史脉络 那他们又想到的是 那后果是什么呢 他是目中无人川普眼中唯一的英雄 他是华游专栏作家 口中世界上最有诠释的人 但是最大的意外 是连小布希总统都曾这么说不定 我看了个人的眼睛 我看了他很简单 我看了他很简单 和信心 我能够得到 我能够得到他的心 我能够得到 to be more imperious there's no check on this leader of Russia in the old communist days there was a politburo in which you could see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that's all gone for Putin he's one single autocratic dictator and he's isolated for the last two years under COVID perhaps because of immunity problems and you get the feeling there's nobody to even argue with him let alone contradict him Sit down please Fat国总统 Macron 也这么说 s a French presidential source who described it as rigid and paranoid something they say that chimes with what Macron had first noticed during his more than five hours of talks with the Russian president in Moscow on February 7th when the Russian president struck him as different stiffer and more isolated than he had been in the past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final days of the country Vladimir Putin loved December 5th 1989 it was a cold night in Dresden East Germany and it would change the course of Vladimir Putin's life the Berlin Wall had just fallen all over East Germany angry crowds roamed the streets lashing out at symbols of communist rule that night in Dresden they found a target the local KGB headquarters a mob surrounded the building as the hour grew later the crowd grew larger inside peering through the curtains was a young KGB lieutenant colonel named Vladimir Putin Putin was a junior officer but the boss was away he was in charge they are burning the secret files so fast that the furnace is blowing up Putin torched thousands of pages of KGB documents and secrets as the crowd closed him with the fire still raging Putin went outside and faced them all by himself and he's able to bluff his way out of it and tell the crowd don't try it here you're going to get hurt Putin's threat worked the mob dispersed that night in Moscow at the Kremlin the red flag of the failed sovian union at last came down and the flag of Russia rose it was a traumatic time and it sparked a profound change in Vladimir Putin he became a politician deputy mayor in his hometown of St. Petersburg it was not a big job but Putin clearly had big dreams the ambitious Putin may already have been looking toward Moscow because the Russian people were desperate for strong leadership under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the new democracy was a mess I think that down deep in Putin there is this sense of extraordinary humiliation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it wasn't just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the Russian Empire 这些是美国人的想法 Putin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я часто слышал критику в свой адрес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сожалею по поводу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у, во-первых 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после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миллионов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в одну ночи оказали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и это реально одна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катастроф 20 века так, но в то же самое время у нас полностью была разрушена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защиты полностью были остановлены целлой отрасли экономики 1999年 苏联解体 还不到十年 南斯拉夫的分裂 导致巴尔干半岛 战争威胁到欧洲 北约组织 在没有联合国决议下 直接出兵 轟炸了南斯拉夫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伊尔钦 毫无智慧能力 只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笑柄 我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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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 导致 我会退出 在第一集中 21世代 忽略 兰末 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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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拯 Index refused him? 他拒絕了, because he invited him, apology of the minister, he wanted to appoint president, I wanted to vote, 他有很大的责任 他拒絕了, 我们要瞑 decorating head fight 是我的天还有 我 grips with it 但是我真的认为, 我觉得, 我能否定是 這是他上任的第一句話 我們住在一個戰爭的世界上 我們不在其他項目的項目 然後就開始改變了他的國家 他加入了戰爭的戰爭 在致戰爭的戰爭 他就說了戰爭的戰爭 我認為我們會給錢 我們會給錢的工作 2008年 普丁两任期满 不得继续参选 他安排温和的梅德维杰夫 出任总统 自己担任总理 杜绝破坏宪法的悠悠之口 在经济起飞的背后 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普丁陷入了与其他 长期执政的独裁者 一样的处境 普丁的秘密材料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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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美国人深厉害了 逃亡 但不是美国人 他们看它是 深厉害的力量和国家的传统 然而这一次 普丁似乎没能复制克里米亚 成功了模式 在美国媒体口中 普丁此时已是重判清理 甚至精神出现了问题 几年前 普丁在专访中 曾说起他小时候 追老鼠的故事 现在问题来了 谁才是老鼠 或� cling笑 制性 伤识 copyright 知病 优不份 做 帮受 iri 优不份